我今天很高興再度受邀出席 我們中華身心障礙者 技藝職業協會所舉辦的活動 我先代表蔡英文總統熱烈歡迎大家 同時也祝福我們小朋友 兒童佳節快樂 那時間過得很快 第一年我嫌總統之命 就是說有一個這麼重要的活動 希望我能夠來參加學習 然後跟大家在一起 時間過得很快 已經第四年了 我領到了一個全勤獎 每一年都參加 因為我每一年都參加 我更能夠知道我們這個活動的重要意義 特別我很欽佩 宇賢還有他爸爸 父子兩位結合社會公益的力量 來關心照顧弱勢的兒童 特別是我有注意到 關心的弱勢兒童的面向 其實很廣 除了說邀請小朋友來到總統府 那麼參加兒童節的活動以外 其實最關心兒童的記憶 身心障礙者兒童的記憶 能夠學得一跡之長 那也不僅僅要學得一跡之長 而且能夠成為職業 未來有機會獨立自主 能夠照顧自己 這意義是很廣的 那另外一個是從身心障礙的兒童 一直到弱勢的家庭 原住民的家庭等等 所以關心的觸角 那麼愛的範圍也越來越廣 那實在是非常令人欽佩 那當然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感謝各位贊助的企業 我出席了四年 那我在這四年裡面也都看到張總牌 看到林心裡董事長 看到廖董事長 看到劉董事長 看到在場的各位 換句話說 對 沒有缺席 不僅僅我沒有缺席 大家都沒有缺席 那換句話說 大家都相當認同 這個協位的宗旨 還有他們的成果 那剛剛雨嫻特別提到 當然父親打了意外 這個生病的時候 他一片茫然 有辦法走下來 也是各位群策群力 持續幫助的結果 我覺得這股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那未來啊 未來我520就職之後 也會秉持這樣的精神 讓身心障礙的兒童 能夠得到更好的照顧 身心障礙的家庭 也可以得到扶持 陸式的家庭 通通都應該要得到政府應有的照顧 不至於孤單 也不至於無助 然後產生問題 應該台灣應該是要在這塊土地上 每一個人 不分族群不分年紀 哪怕是身心障礙 也有機會追求他們的夢想 那這樣的國家 才是值得尊敬的偉大的國家 大家說對不對 我們大家一起來 謝謝大家 謝謝